我真的熱愛沙擠 就是它擠出來 它就是橘色的喔 因為它就是很高濃純的沙擠 萃取出來的 沙擠的修復能力很好欸 對 所以如果你有因為乾癢啊 然後呢 就是你其實不知道 你自己的頭皮可能有一些些紅 然後有一些傷口 你自己不曉得 對 然後你這時候用沙擠洗髮精 其實你就會修復它的傷口 然後又會很滋潤 我那天看到一個報告 你知道說現在的人啊 30歲喔 就已經開始有掉髮危機了 對 像是沙擠我覺得就是比較保健性 就是等於像給你頭皮吃沙擠的概念 因為沙擠其實就是像我們常常 常胃不適的人 或者是常常容易發炎的人 然後你或是吃個甜點就胃恰身的人 你吃沙擠 它很快可以幫你整理 沙擠油最近好紅 很紅 對 那我們同樣的從沙擠的成分 萃取出來放在頭皮上 就有很多人 其實像男生我先生就會 頭皮會長那種顆粒 然後你把它抓破就流血 然後你就開始 不舒服 對啊 它會結結啊 像是你這種問題 頭皮的人 你其實很適合洗沙擠 因為它就是給你頭皮吃沙擠 給你保養的概念 很高級耶 很高級 沙擠出來真的 那個泡泡你出的話 是有一點點微距 可是你洗掉的時候 你手上也不會殘留 所以它真的是天然的 它不是有色素的 所以我非常熱愛沙擠的願意 它的味道也很舒服 它的味道也真的很舒服 來 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這個沙擠 乾淨類的 對 清香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 能夠用最少量的清潔 去清潔你的頭皮 然後乾淨的清潔其實是最好的 所以其實像沙擠這一款 它的洗湯率很壞 然後它的泡泡非常的細緻 對 它的泡泡非常的綿密喔 我覺得它這一款 讓我也是覺得很驚訝 說 哇 它泡泡綿密 到這時候 我快想要再洗第二遍第三遍 去看它那個綿密感 然後洗完 你知道它吹完頭皮的風鬆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 喜歡的 我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我誠摯推薦 如果你頭皮常常不舒服的人 就是有一些問題感覺的人 就是你可以用沙擠 幾次 金子 我們一起用沙擠 字幕 李宗盛